今天,我的懒人一锅猪系列又来到空气炸锅片 全床不开火,操作5分钟 由空气炸锅担任劳模,搞定一周六锅 你这周的便当,我成包啦 中一,先来个味噌三文鱼套餐 调个日式氛围的酱料,把三文鱼腌一腌 切个土豆做主食,调味用盐油胡椒三件套 抹掉鱼肉表面的腌料,放进空气炸锅 旁边配上小土豆,180度烤上20分钟 时间过半,放进芦笋军菇做陪菜 时间到,一锅出 来一口鱼肉,表面焦脆,内里香甜 细菌烧风味拉满,土豆粉糯,芦笋清新,满口春天的气息 周二,来个香脆猪排套餐 两片猪排,刀背横纵敲敲散 调个酱汁,加点蒜片腌一腌 这一餐的主食,是上次浇过你们的奶香玉米 先180度烤上15分钟 再放进调锅位的荷兰豆,加烤5分钟 一起出炉 猪排腌得差不多了,也入锅 180度10-12分钟 出锅 这个自拉自拉的样子,真是太诱人了 哒哒 空气炸锅烤出来的猪排 比平底锅煎出来的版本更多了一份酥脆度 配上玉米的奶香,荷兰豆的脆甜 一整个大满足 周三的套餐是牛肉和菠萝的CP 牛排和菠萝切成骰子块 牛肉稍微腌一腌 一起送进空气炸锅 200度烤上12分钟 时间到后再门上3分钟 香菜档可以再撒一大把香菜拌匀 搭配一份杂粮饭和小番茄 哒哒 菠萝酸甜,牛肉弹嫩 这份便当满意不? 周四,来个香嫩多汁的嘟嘟翅套餐 几个彩椒切粗条 贝贝南瓜切薄片 用盐胡椒和橄榄油调个味 一起做个码砂鸡 扑进空气炸锅打个底 来几个奥尔良嘟嘟翅 码在上面180度烤上15-18分钟 这一餐就可以一锅出啦 哒哒 烤锅的嘟嘟翅 表面脆脆的 完美还原炭烤的焦香感 奥尔良口味真的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存在 在搭配南瓜做主食 彩椒做配菜 健康美味又营养均衡的一餐 周五呢 做个麻辣香锅 过过瘾 选一锅自己爱吃的丸子 丢进空气炸锅 180度5分钟解冻 铺上鲜虾和午餐肉 再加一块火锅底料 一起烤上10分钟 开锅拌满匀 马上焯过水的蔬菜们 最后再烤5分钟 满匀出锅 哒哒 麻辣香锅当然要搭配把米饭 一个空气炸锅 一块火锅底料 在家就实现了麻辣香锅自由 再配一罐气泡水 麻辣过瘾 无敌下饭 至于周末嘛 就用空气炸锅做个甜品吧 软化的奶油奶酪 加砂糖按压均匀 分次加蛋 搅 搅蛋奶油 搅 拆玉米淀粉 这样熬 锅个筛 成这样光滑细腻的糊糊 纸杯里 挤入用这个配方做好的芋泥 再倒入奶酪糊 送进空气炸锅 200度5分钟上色 再转180度8分钟烤透 冰镇晾凉后 放进饭盒 配上水果 就可以带着蛋糕 踏着春光去露营啦 这周的空气炸锅懒人餐 食用度你给几颗心 还有没有人想看3.0 老规矩 点赞收藏评论弹幕 告诉我 我是贝果 记得关注我